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现在有七个多年 我们要开动车时要增加 重新要考一个驾驶证 从理论学习考试再到检查 然后再到支撑 是要经过选拔和考试的 2021年6月开通那天是因为我是首发司机 作为一名藏族动车司机 能担当西藏手探动机列车的支撑任务 我感到自豪 我们在支撑前 首先要休息够 确保支撑中精力集中 第二个是我们平时也会加强业务的学习 确保在列车运行中遇到非正常情况的时候 我们就能及时正确地处理这些问题 然后我们平时在理论上 还会在支撑中也会加强列车的操纵办法 确保本次列车的平稳性 我是从2014年跑到青藏铁路 我是从2014年跑到青藏铁路 所建过的 经历过的主要是铁路给西藏的人民带来的是一个交通的便利 比如去内地就医 上学 再其他的办事 这是一个 然后带动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 尤其是作为西藏旅游的城市 带来了很多的旅客 另外促进了民族团结 很多内地的人来西藏 我们西藏的藏族也去内地 然后互相认识交朋友 作为一名藏族动车司机 我最大的心愿是更多的复兴号开到我们西藏 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很幸福 主要是我从事了现在这份动车司机的职业 我觉得个人的未来和国家的未来是紧密相关的 那么我作为自己要立足本职工作岗位 要加强业务学习 只称好每一趟列车的 让旅客平平安安出行 顺顺利利回家 当然我也更希望国家更好西藏 我们来说这些人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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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更多的事情 一样的健康 不是想要做一顿 不想要做一顿 不想要做一顿 我们的健康 能够人想要做一顿 一个康才能够